Huhu Hello Hello 예요 我是已keeper 歡迎收看一星期一還回事 今星期遲少一點 但關係遲得好但沒問題 首先跟大家提及 就是在我的Youtube頻道 有 Membership 可以 escolares judes 玩了Pinka Card 或者看我的 aynı上次 忍 parody 歡迎你加入Membership 會有很可愛的Icon 還有專屬的Emoji 多謝大家 很便宜的 最便宜的好像是5-10元 一個月 純粹讓大家玩一下 有一個加入大家庭的感覺 我們開始今次的Pick a Cut 今次是做 平濟不前的關係 因為最近都接了很多 塔羅的案件 就是跟這個人 可能網上認識 然後聊了一個月 最初都聊得挺起勁的 現在好像突然放慢了 甚至停下來 為什麼呢? 很多人都會找我問塔羅 如果你是 沒空找我做塔羅 或者是想自己看著 你可以玩今次的Pick a Cut 或是你身邊的朋友有這個問題 我也歡迎你分享給他們 大家一起享用 就是這樣 我們進入今次的看牌環節 跟平時一樣 千萬不要跳步 跟著我講話去做 就會抽到一個最適合你的答案 今次有四塊牌 日如以往 我們現在放下手上做的東西 然後看著這四塊牌 來一個深呼吸 然後看著這四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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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呢 我就建議大家只看一個答案 雖然我知道很多人想支持我 都會看完 但是因為今次這個案子 比較特別 我覺得 頂籠兩個 總之第一個 一定是 一定是 你最需要聽 以及最切合你現在的狀態 的一個答案 就是這樣 祝你好運 Hello Hello 挑選第一答牌的朋友 究竟你跟她的關係 現在怎樣呢 有沒有得搞呢 我想說 不是所有關係都有得搞的 當然希望你這個有得搞 為什麼會停止不前呢 我們首先看看 她在跟你以外的世界 發生什麼事 即是不關你的事 其實這一隻 純粹她自己的 嘩 她自己好像沒有什麼 選擇的自由 我想說 其實你跟她的關係 有聊聊 有發展發展 但是 其實她可以走動 她可以動的位置是不多的 她應該有些東西 就是好像掣肘著她 這樣 令到她不可以 投放很多心機 和時間在你身上 這個就是外在環境的東西 即不是她自己可以選擇的 她是有少少被困了 在一個局面的狀況 所以 我覺得又不怪她的 不過我們先看看中間那隻 中間那隻就是你們的關係 停了的原因 你們的關係停了的原因 嗯 要不呢 現實世界中 有另一個人 管轄著她 我叫做 或者有一個關係 又或者是 她自己心裏面 有一個人 坐得好穩 不會走 或者還未走 這樣 有可能是 最經典的就是 她前一段關係 又或者是 她自己心裏很喜歡的人 這樣 所以呢 頭兩隻加起來 她也是一個很困局的狀況 她好像 即使她想試一下 和一些新人發展 其實她的自由度都不大 她都走得不遠 所以可能聊一下就 停了 這樣 我們看看你有沒有事情可以做 先 你有沒有事情可以做啊 她現在的狀況呢 其實她都覺得自己 比較虛弱的 她都覺得自己 在這個狀況裡面 沒有什麼power 可以走出來 又或者是 話事的人不是我 這樣 又或者是 我的心 動不了 我的心 被某個人 鉗住了 這樣 所以她說 你可以做的事就是 你可以讓她知道 喂 其實我也給了一個 很好的 健康的關係 我都可以很安撫到你的心 如果你心裡邊是有其他人 又或者是你還未準備好 去戀愛的話 都不要緊 因為呢 我是繼續會被關心 和被愛你的 這樣 但當然不是叫你做她的兵 只不過是讓她知道 其實你身邊 都有一個很nice 很願意為你付出的人 願意去幫你忙 令到你 變回ready為止 雖然我剛才說過 她那個 不是很自由的位置 就不像是她自己能夠控制的東西 其實她的力量都比較弱 但是 既然這個建議牌說 你都還有些事情可以做 我覺得也有些些走站位 你都可以try多一會 當然 如果你try多幾個月 她都還是這樣的話 就別管她 哈哈 就是這樣 祝你好運 如果想做一個比較個人的reading 可以WhatsApp97685388 又或者是上我們的Facebook page B-A-D-B-L-O-O-D-M-A-G-I-C-K 都可以預約塔羅 又或者是開阿加西紀錄 又甚至乎是你想為這個狀況做spell 我覺得 我現在看牌面 都可以做的 未至於那些 有些人 那些狀況 我會說 你做來都浪費氣了 不要做了 有些是這樣 但你這個又未至於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有東西都up to you 或者如果要買水晶的話 都可以找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哈囉哈囉 挑選第二疊的朋友 究竟你和她的關係是怎樣 是不是真的停滯不前呢 有沒有可以動一點點 我們現在看看 第一隻就是她跟你以外 即是她在她自己的世界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她說她在她自己的世界 她又不方不亡地去看你們的關係 其實呢 你的關係 即是你和她的關係 有在她腦裏面 只不過她不心急 又或者是 我差點說 如果你走了 她又不是很心理的 所以她就好像 我在我空閒的時候 就拿一段關係出來 想想看看 因為她又不是說 真的很想拍拖 她又不是很要馬上誘 所以走了她又沒有所謂 繼續在嗎 那我想多一會 有點像買東西 總之她現在個人的狀態就是這樣 那你說她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選擇呢 她是有的 即是她可能不止你一個關係 而且她也覺得自己是可以有 即是就算暫時跟你一個聊 她自己也覺得自己應該有一個市場 即是她對於自己不是很擔心 所以她就會更加不心急 好 她自己的狀態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停滯的原因 停滯的原因是 就是她不停在這裡選擇 她覺得自己可能大把青春 大把本錢 又或者是 我的桃花運 一向都挺強盛的 所以呢 她是一點都不心急 還有呢 她找一個人去拍拖 開始一段關係 她真的純粹是為了開心 即是這個是她很主要的事 所以加上她不心急 她就好像我現在選一個旅行團 這樣 我就不急去旅行 不過我慢慢選 選到合適為止 好像這個行程最好玩 我才做 如果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心急過她 那你就辛苦了 因為她是不會跟你一起急 又或者是她逛逛一下 可能被別的東西 distract了 她就會離開了 她就會一路跟你越來越小聯絡 然後她就不見了人 好 我們看看第三隻 第三隻當然是建議 你有沒有事情可以做呢 你有一些事情可以做的 就是銷售你的旅行團 銷售給她看 有多好玩 有多開心 但是呢 你有心理準備 她不止你一個讓她選擇 所以 你能不能夠令到她覺得好玩 開心興奮 吸引到她呢 就是你的能力 那主要點 我覺得也不像是心靈伴侶 就是一些很深的東西 純粹是開不開心 你跟我一起的時候有多開心 你就盡量去拿這個分 就是這樣 祝你好運 如果想做一個比較個人的reading 就可以WhatsApp 97685388 又或者是 在我們Facebook Page BAD BLOD M A G I C K 都可以預約塔羅 又或者開卡洗記錄 甚至乎是做spell 當然還可以買水晶 有很多大量很漂亮的水晶 還有 歡迎你加入我的Youtube Membership 去支持我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哈囉哈囉 簡選第三道的朋友 究竟你跟她的關係現在搞得怎樣呢 是不是真的停滯不前呢 有三隻牌 第一隻就是她跟你以外的世界 她是怎樣的呢 她在搞什麼呢 她有很多自己的事情在處理中 不過呢 就不是急不是忙不是煩的 只不過是 有很多她自己私人想搞的事情她在搞 又或者是 有很多其他戀愛以外的事情 distract了她 那你跟她的關係 好像就不在她的心裡 那樣 不是很信心 我想說呢 認真說呢 你跟她呢 沒有什麼很深刻的回憶給她 那所以 out of sight 就out of mind 你就不是經常在她的腦裡出現 這個人呢 本身呢 都容易分心的了 所以呢 如果有其他事情忙緊 或者是 純粹做事很忙 又或者是 家裡有其他事情要她處理 有朋友找她 她就很容易會分心的了 就算你用她回來 可能 就是用她回來 那一小陣會引到她的注意 然後呢 她又會distract了 她現在的狀態就更加是這樣 那看看你跟她停滯的原因 嘩 你跟她停滯的原因呢 我想她自己都知道 其實她跟你這段關係 她不是真的那麼大興趣 對 所以她都很容許自己 被其他事情去distract 又或者 噢噢噢 就fade out 其實她自己知道的 她不是不知道的 那我 只可以說 愛 或者好感不夠 所以發展到現在的地步 那會不會是 沒有事可以做呢 呵呵 這個就是建議 不過她建議告訴你 這個人 嗯 難一點去動搖 因為呢 剛才也說過 她現在比較清晰 她自己想怎樣 所以 你做些什麼都好 都不是那麼容易 去把她撈回來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 心的問題 為什麼她會容許自己 給其他東西 去拿走她的專注力 又或者拿走她的時間 因為她的心 知道她想怎樣 她是 自己走去其他東西的 雖然我覺得 不是被其他人搶走了她 但是她自己太清楚了 這樣 所以都沒有什麼特別 可以做了 那我會建議你 如果你真的要做spell 你做一個general的love spell 去吸引一個新的人 過來好過了 這個呢 你就再 再考慮一下 你打算怎樣處理 但是你說 我想保持著朋友 可以嗎 可以的 她不抗拒你 其實 只不過她 好感或者 喜歡的愛 不是很足夠 去發展成一個 真是愛情浪漫的關係 就是這樣 祝你好運 如果想做一個比較個人的reading 例如看看你general的戀愛運 那些可以WhatsApp97685388 又或者上我們的Facebook page BADBLOODMAGRCK 可以預約塔羅 又或者開阿卡西紀錄 還有就是 加入我們的YouTube Membership 最新的YouTube Membership 找到一個 join 字按下去 就會看到有三個不同的價錢 最便宜的那個 也是很便宜的 好像十元八元 一個月 就會有我們專屬的icon 以及emoji 遲些可能會有其他特別的東西 會加入 如果你想支持我的話 就歡迎你參加 多謝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哈囉哈囉 挑選第四疊的朋友 究竟跟她的關係 是不是真的停滯不前呢 今天有三隻牌 第一隻呢 就是她跟你 以外的世界 她自己在搞什麼呢 哼 她自己啊 心情不太漂亮 她自己是屈屈不歡 其實呢 她有想過她跟你的關係 她也有想過幾多 我想說 但是呢 她就沒有行動 即是她的行動性很低 原因呢 就是 中間呢 我們會看看原因 但是呢 我現在看她左邊 連在跟你以外的世界 其實她都是這樣 或者都有想過你的關係 其實都不差 她對於這個關係 有很多不確定 憂心 憂慮 似乎是 憂心這個關係 不會實在 或者是憂心你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一個好的人 中間這一隻呢 就真的是 為什麼 停了的原因呢 嗯 她停了的原因呢 是她覺得不實在 即這個關係 好像很容易就會 沒有了 或者是很不踏實 有些不夠肯定 是不是真的認真的 這樣 所以呢 如果你覺得 你現在在想她 你覺得你不確定 其實她對你 都覺得很不確定 你給她的感覺 都很不踏實 所以我覺得你們兩個 互相都有些問題 但是可能是 在溝通裡面出錯了 或者是你展示給她看 那一面 她 解釋不到你真正的想法 又或者 你真的不踏實 哈哈哈哈 這樣想清楚 自己是否想要一個關係 或者是否想和這個人 發展一個關係 先 因為就算你表面做的事情 是 但你內心不是 或者是 你發出的感覺 和訊息 她都會解釋到 你不踏實 這樣 不如就反過來 你自己想清楚 你自己是不是真的 想和這個人發展 這個就是建議 建議 建議就是 如果你真的想和她發展 你要讓她知道 你已經考慮好 你已經決定了 又或者是 你不是想做一些 玩一下玩一下 或者說激情感性 或者是 你真的想踏實地 建立一個關係 這樣 那這些東西 你是要給她資料 這些東西 你是要給她 一些對的訊息 而不是 純粹 可能 我跟你在訊息 那裡聊得很開心 或者發一些搞笑的東西 不是那麼簡單 要多說一些 例如我的長遠計劃 又或者是 我在一個對象裏 我 找到的東西 我想要的條件 或者我想 我想要的人 我不想用條件 這個字 好像很 你明白我 我想說 你在一段關係裏 或者一個對象裏 你是 希望 會有哪一類型的人 或者撕到你哪些需要 你也可以跟她說 讓她有一個具體的畫面 讓她知道 你真是怎樣想 我覺得 整件事就會更實在 因為 對於一個未來的 一幅圖畫 其實你們兩個 都要有份 一起畫 才會看到 現在就是 大家都看不到 然後大家都覺得 很虛 然後就 Fade out 這樣就浪費了 所以 你是有些事情可以做的 全部都是靠溝通 因為 你不談不說 又怎知道你這麼多事情 就是這樣啦 祝你好運 如果想做一個比較個人的 reading 可以Whatsapp 97685388 又或者去我們的Facebook page BAD BLOD MAGIC 可以預約塔羅 又或者開卡西紀錄 甚至是做Love Spell 這個情況 我覺得都很可以的 除此之外 當然是歡迎你加入我們的 Youtube Membership 還有就是我的Patreon 我的甜甜星 Patreon 就是一個 都是月費的 Membership 一個會 但是那個會是更深入 因為我會寫一些 比較秘密的文章 還有會有相片 那些東西放在那裡 就是這樣啦 多謝你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各位觀眾 想成為真正甜甜星的子民 現在有機會 可以加入我們Patreon 其實就是一個月費的計劃 加入了這個Patreon 即是我的一個會 就有得看 你們才看到的一些 Blog Post Send帶 相片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會員 才可以加入的 Chat Room 和Facebook Group 下面info box 有條link 有興趣就自己去研究一下 多謝參與 Bye Bye